中文字幕志愿者 电脑游戏为切入点 讲述了我国安部门 与一个通过网络游戏 引诱年轻玩家 从事间谍活动的境外间谍 组织斗智斗勇的故事 充满了时尚元素 紧扣时代脉搏 同时导演团队 通过现代先进影视技术 力求全方位多角度 为观众展现这个精彩的谍战故事 这样的题材确实很是吸引 因为圈内从来没有这类题材 本次的导演由赵宝刚担任 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呢 因为爽是艺人的青春痘 就是出自他手的 虽然说最后的口碑铺了 但是不得不承认 他曾经的确是一位好导演 特工任务巨如其名 是一部围绕特工与任务展开的电视剧 从故事上来讲 更加契合年轻人的兴趣点 容易引发青年观众的兴趣 在今日的开机仪式上 青年演员韩刚 李一同 魏大勋 周放等将单纲主演本剧 韩刚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演员 曾凭借电影《大物生》 获得第二届纽约中国电影节 亚洲最受欢迎艺人奖 这不仅是他时隔八年后回归电视银屏制作 也是他首次触及幕后担任制片人的作品 此次在特工任务中 他有望出演剧中人物高天阳 是一个严谨睿智 身手敏捷 具有高度责任感的特工人员 另一位男主魏大勋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 2015年他出演王立新指导的谍战剧《灰燕》 在剧中饰演看上去冷酷无情 实则重情重义的男主角张子墨 但遗憾的是本剧至今还没有播出 而他主演的另一部电视剧作品 《人生若如初见》也处于代播状态 本剧的女主是李一彤 2017年主演古装武侠剧《射雕英雄传》 在剧中李一彤饰演玲珑剔剔透 聪贵机灵的黄蓉 并评该角色荣获中国电视剧品质盛典 年度新日剧新奖 从剧情剪辑来看 这部剧的内容还是很吸引人的 目前特供任务才刚开机 拍出来的效果是好是坏还没有定论 不过这个题材的确很吸引 再加上有经验防复的赵宝刚知道 应该能够成为一部不错的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